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,并天使的话语,却没有爱,我就成了明的罗,想得博一般。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,也明白各样的奥秘,各样的知识,而且有全辈的信, 叫我能够衣衫,却没有爱,我就算不得什么。 我若将所有的洲际穷人,又舍己身叫人焚烧,却没有爱,仍然与我无异。 爱是恒久忍耐,又有恩慈,爱是不嫉妒,爱是不自夸,不张狂,不做害羞的事, 不求自己的益处,不轻易发怒,不计算人的恶,不喜欢不义,只喜欢真理。 凡事包容,凡事相信,凡事盼望,凡事忍耐,爱是永不止息。 先知讲道之能,终必归于无有,说方言之能,终必停止,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,先知所讲的也有限,等那完全的来到,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 我做孩子的时候,话语像孩子,心思像孩子,意念像孩子,既成了人,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,模糊不清,到那时,就要面对面了。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,到那时就全知道,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 如今长存的有信,有望,有爱这三样,其中最大的是爱。 有限自动有限,将吟 수点停止,8cm。 有限自动有限,�c平均下降,默戴着向凳穷靠位置太阳一个原判之后, 慢ист日哎。 感谢观看